野外铸训 铸是基础 训是关键 这次铸训 部队采用半地下公式化设置 满足隐蔽性的同时 兼顾特战分队的机动性和安全性 对野战化宿营进行了新的探索 我感觉这样设置的好处就是 防风 防杀 又保暖 而且在天气特别恶劣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在里面搞搞体能 搞搞训练 最重要的是达到了伪装的效果 训练中 支队打破以往 换场地不换思维的困境 将虚拟场景改为进入实战背景 从情况诱导变成环境诱导 在青角恐怖分子营地课目中 支队根据环境随机倒条 要求特战队员在规定时间内 隐蔽抵达任务区展开协同射击 协同狙击最考验的是 两名狙击手之间的协同和默契 这个课目要求他们 命中目标的时间间隔不能超过三秒 如果超过三秒 即使命中也算失败 红蓝对抗中 岛条组打破固化思维 将参与对抗的蓝军 从以往的被动防守变为主动出击 最大限度地构设复杂战场环境 通过侦查 在那片区域 蓝军最可能藏匿于房屋内 当我们向房屋接近时 万万没想到 他们居然伪装在外面 以往的出去场地 批基地化 营区化 和操扫化 大部分的环境 我们都比较熟悉 这次助训 都是进入环境的同时 就进入了战斗 使特战队员的实战化水平 得到提升 再次进入环境的环境